開始 ちょっと待ってね 評價一下四代RAV4 其實RAV4齁 我這樣整個 當然我跟你講車子是越拼得越好 如果真的 要講CP值的話 我比較喜歡 就是 2009年2010年 左右的那一代 我自己啦我自己開過的感覺 整體的CP 論CP值來講 因為CP值你還要牽涉到價格 你如果上一代就是2013年到2017年 這一代我覺得 現在還很貴 我剛好有一台13年的 2.0頂級還要賣到60萬左右 那60萬左右我覺得 對一台新車我記得是90幾萬 的車子來講的話 我覺得CP值沒那麼高 而且我覺得 坦白說我覺得上一代是一個 不能說敗筆 就是他剛好夾在一個 他的新舊世代 交替 因為那時候 Toyota 還沒有行過來 所以說 他其實配備也沒有非常的頂尖 非常的豐富 那時候還落在那種 cost down 為優先 那時候還是王者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 他的科技方面 配備上面沒有給很突出 沒有給的很突出啊 CP值 感覺就沒那麼高 不過我比較喜歡前一代2.4的啦 對啊 尤其2.4跟2.0 在台灣人的感覺裡面也不太一樣啊 然後 10年左右的那一代 除了這個 引擎方面 碎金 跟馬力 2.4跟2.0的差異啊 雖然他比較耗油 他還是比 比下一代的2.0還耗油 可是他那個整個 比較有吉普車的感覺啊 但是那顆外型我比較主觀 可是我覺得對於配備上面 還有價格上面 我覺得 新一代的 比較沒有那麼 讓我想買 應該是這樣子 不過我覺得買車是這樣啦 我從來很多 很多消費者來問我說 然後小師哥 你可不可以推薦我一台CP值比較高的車子 然後他的問題就結束了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 遇到這樣子的問題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因為買車我覺得 第一個你要看你的預算是最重要的 然後如何在你的預算裡面找到一台 符合你使用的車子 不論是空間的大小啊 不論是安全性啊 或是你要去評估到 你使用這一台車的路途啊 對不對 你都開高速公路多 還是市區代步多 只是借些小朋友 還是你喜歡往外跑 還是你喜歡爬山 影響你買二手車的因素很多 我覺得這二手車一個很迷人的地方 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一個預算裡面 你的選擇性可以非常多 甚至我們不要說多啦 你的預算如果假設只有 比如說四十萬好了 你覺得四十萬買 只能買到一些國產車嗎 其實沒有 你從小車到 油電車到休旅車 你可能也許都買得到了 甚至到這個進口車 不管你要買福姿 你要買奧迪 你要買雙B 你甚至要買Porsche 你都買得到 真的 你四十萬買Buster 你也買得到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二手車 我覺得比較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只是一個預算 一個數字 可是你的選擇性真的太多了 你要判斷多元計程車 改為很簡單啊 你去監理站的公路監理網站 查車牌啊 換過車牌在監理網站上面 會秀出上次車牌 那你查到上次車牌 假設有些會洗牌嘛 所謂洗牌就是 比如說這以前最常發生的 他原本掛的牌是計程車對不對 然後 他要改回自用來騙人的時候 他就會先領一次自用牌 可是你領的自用牌 你上監理站查 你還是會看到上次的車號 是計程車的車號 計程車少一碼嘛 然後他就會過一段時間再去 繳銷再重新再領 就洗個兩三次 為什麼要洗個兩三次牌 一是 讓一些比較不知情的消費者 可能不容易查查詢的到 第二個是以前 有一些銀行啊 你在買二手車在分期的時候 辦車代的時候啊 他其實如果知道說你上一手是 查到你上一次是計程車的話 他願意借給你的乘數會降低 好假設說你這台車是 正常的自用車 那銀行見價說 現在這個貸款可以貸五十萬 他如果一旦查到你上次的車號是計程車 他可能只願意借你七成 可能就是七五三十五 只借你三十五萬而已 可是因為這車上要賺錢啊 他也想賣你四十萬 想賣你五十萬啊 所以他當然不願意這種事發生 所以他就洗個兩次牌 有的銀行只會查一次 有的銀行會查兩次 查到上一次車號還是自用牌 他就會再查一次 上一次的車號 再看上上次是什麼 好這樣一直往前去追溯 那這樣就是為什麼有一些車子會去換牌的原因 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上次的上個禮拜的直播有跟大家講說 這個公路監禮網站可以去查到這個二手車的 欸怎麼沒有去 欸幹你給我沒有嘛 有沒有 有一個車輛里程數查詢有沒有 好在最右下角 螢幕最右下角 我的中指這個地方 可以查到這個前兩次的里程紀錄有沒有 幹你給我沒有 那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情報齁 現在齁不只這個 可以秀出最後的兩次的里程齁 來給大家看一下 來 你有看到大家看到齁 他秀出最後兩次里程之後 他下面有一排紅字可以看一下 齁他寫提醒 有沒有本車號於107年的11月28號 顯示里程數低於前一次 顯示的里程數 像我看那個加瓜齁 買真的不難啊 大家都買得起 線上的所有朋友都買得起真的 可是我們自己心裡做好一個心理準備 就是我們要買這種 冷門車特殊車開出去有一個特殊性 齁然後不是那種 路上很多戲給都有的這種車 那我們有個心理準備 就是他有可能在修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付出比較高的金額 甚至他可能會有比較多的小毛病 那我人是比較注重這個時間啦 我很討厭做浪費時間的事情 那像加瓜那個車我就回來馬上就 請祭司做一次總檢 把會讓車子造成在路上 調掐的相關的東西 全部都要檢查過 我那台幾千C? 三千的啊 比如說過熱嘛 過熱你一定會調掐啊 那所有的水管路啊 水磅補啊 風扇啊 整個水系統要檢查過 比如說沒電 沒電也夠囉啊 對不對 那發電機的電量 發電量電頻啊 啟動馬達有沒有吃重電啊 或者是在發動當中 開了大燈全負載的狀況 會不會這個電不夠用啊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 這個點火線圈 比如說汽油幫浦 把所有一切會造成你的車 顧路的一些條件 都先行做檢查排除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裡面有很多 有跟小獅買過車的 其實你們的車也是一樣 是經過這樣子的檢查 因為我常常在講一件事情 如果我賣給你的車 購樓吊車 我還要去救你 浪費你的時間以外 還浪費我的時間 啊大家感覺也都不好 如果比較常在看小獅直播的朋友 都知道說 小獅不賣那字節 對不對 然後因為我最近遇到很多的 網友問我 所以我決定把那字節這個故事拿出來講 那字節這個車子 大家都說 阿小獅你都說 我先 我先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欸我這樣講 到底會不會被 被那個 我講我遇到親生的經歷應該OK吧 我曾經遇過幾次 那字節的車子 那我們除了他 吃油 比較 比較傷以外 除了他比較好油以外 其實我自己吃 之前吃過虧 其實我曾經有賣過他的字節 我賣過 MPV 然後他有那個電動滑門 他那個電動滑門機構壞掉 就是 關起來的時候 他不會 吸附進去 然後就是一個電動滑門的馬達 然後那時候原廠跟我報價好像是 就是 我因為已經太久了 我坦白說 我有點忘記多少錢 我不敢跟大家確認 不過就是大概是一個 最好的數字 就可能是三萬 三萬多塊或是五萬塊之類的一個數字 好險喔 那時候買那個車的客人還不錯 他說 喔小獅這個價錢喔 零件這個價格喔 不要說 花不花的下去啦 不要說誰花啦 就算小獅是你花的 我都覺得 於心不忍 所以他說沒關係 那個對我還沒有造成很大的困擾 吸起來以後我手拉一下還OK這樣 要不然那台車我印象很深 如果修下去的話 那台車完全是虧本的狀況 然後第二個是 我有一個客戶的 也是MPV齁 後車燈 啊不是 他是撞到一台MPV的後車燈 後車燈破掉了 然後那時候 他撞到人家所以他要賠償 一個燈一萬六千塊錢 我印象很深刻 那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變便宜了 或者是說 現在有沒有從大陸拿會比較便宜 那我是不曉得 那我那時候因為 這兩件事情 還有第三件事情是 我的一間跟我配合很久 十幾年的修理廠 他幫他的一個顧客換 納字傑的方向機 換了三次 然後 這三次呢 所有的材料 都是去原廠 領材料來 然後他只是代工幫他裝上去 因為原廠領料價格也不會便宜嘛 就是使租價 裝上去以後還是壞的 他就這樣來來回回裝了三次 最後一次齁 我那修理廠終於跟他的顧客說 因為他的顧客也是熟客 他就跟他講說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已經去原廠拿來 也是全新的料 不是翻新的料 然後我代工幫你裝上去 那三次我也不收工錢 那要不要說我錢退給你 然後你回原廠去修 然後你知道那個 客戶怎麼回他嗎 那客戶跟他講 我就是去原廠修不好才來找你 然後就大概是遇到類似這幾件事情之後 我就覺得說 那這車我還是不要賣好了 好 那你說小吃不賣 好像很多商不賣 然後納字傑的價格這麼差 那為什麼 路上還那麼多在跑 或者是還那麼多車商賣得很開心 我跟大家講為什麼 銀行在這個 評估一台車 貸款二手車 能夠借你多少錢的時候 他們當然參考一個是權威 一個是天書 那我看這個是十月份的 那我來辦一下納字傑 給跟大家 我不要給你們看 要不然這不知道有沒有版權的問題 我念給你們聽 好啦其實我先破題 就是這個車可以超代 可以全額代 甚至可以超代 車商很多車商很喜歡賣這個車子 他們俗稱的 找錢車 找錢車就是 你買的車 再來車 比如說 我進價二十萬 我賣你三十萬 然後你可以帶四十萬 然後我賺十萬 然後你帶了四十萬 你又多拿了十萬回去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叫做 業界俗稱的 叫找錢車 你看喔 像現在啊 他這個書都已經有點下修了 那我舉個例啦 我舉個 MPV車型好了 你如果說以2014年的 那日捷7的MPV 新車價一百一十萬 最頂級的旗艦款 好不好 其實一百一十的比較少 一百零七的比較多啦 市面上 一四年的上面還有寫 大概四十萬喔 那這就像我講的 可能車商的競價是低於四十萬 滿多的 那既然這個競價有到四十萬就代表 無論我的競價是二十五還是三十 還是三十五 反正我賣出來的價格 就是可以代到四十萬 然後呢 我們看同款車齁 我們看另外一本 L 哇一般都看到Lamborghini 也是L開頭 不一樣 好不好 我們是Losser 呵呵呵 Losser OK 抱歉喔老花眼喔 等一下 呵呵呵 喔有啊有啊有啊 哇一百零七萬 喔來 我跟你講 刺激的 這個也是十月號的齁 這一本上面 剛剛在這一本寫四十萬 這個是權威 這是天書齁 在權威裡面寫四十萬的 這一本寫四十八萬 同年份 同等級 所以 我如果今天我要賣一台M7 我一定用這一本 去跟銀行談 因為他寫48,他才寫40 這樣借,找錢找不夠多 所以我們要拿找錢找多,可以找多點的這個 去送件 好,去送件 好,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這一個車子 會在市面上還那麼多人喜歡買賣 當一個東西貸款可以貸得高的時候 商人就喜歡 就跟賣房子一樣嘛 為什麼以前有一些什麼違法超貸 有沒有 以前我們在電視新聞上 看著這麼多的達官貴人 什麼超貸案啊 什麼吸金案 彷彿跟我們是兩個世界 我們永遠都遇不到這種事情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個東西就是類似 類似這種情形 就是他可能可以帶得更高 他可能可以帶得更高 然後你知道有一個東西啊 如果他可以借很多錢的時候 他就會變得很好賣 真的 要不然為什麼這麼多 這麼多的在賣手機的啊 在賣Gogoro的啊 有沒有 在賣一些東西都要給你分期付款 對不對 你去買雅虎啊 還是購物中心 都問你要不要670利率幾取 當一個東西可以帶得越高的話 越能提高你的消費力 大家都說買不起房子啊 我現在說 比如說我隨便講 新店某山區有一間房子 你不用投期款 買了還多找100萬給你回去裝潢 你就越繳比如說3萬塊 越繳5萬塊就好了 你覺得那間房子會不會賣爆 那這個東西本來在以前就有受到管制 有一陣子就是雷曼風暴之後 你買房子變成你一定要政府 有一種半應性的規定這個銀行端 消費者端說 至少你要準備一層至兩層的投期款 才能讓你買房子 但其實在那之前是不用的 只要銀行 它內部鑑定說你這間房子高於 比如說你這個房子你買800萬 然後那時候好貸 什麼叫好貸 銀行就說你這青菜我給你賤價1000萬 你才購一千 不用投期款 你如果不買 先買再說 出賣出來再說 所以當可以這個高額的這個借貸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個消費力就會上升 所以主要這個車就是超貸 那還有第二個為什麼 小事很少賣韓國車 我在這邊順便照著這個勢頭一併去講 我覺得這個無關新車怎麼樣 好不好 要不然我公共車公 才叫車上高 我就很衰 我只是單純以這個中古車商的立場看 為什麼我不賣韓國車 第一個 我本身我就不喜歡韓國的東西 例如電器啊 例如棒球啊 什麼的 跆拳道啊 有沒有 類似那種 什麼孔子啊 豆漿他發明的啊 王建民 是這個韓國人的後代啊 重有的沒有的 這是一個啦 我覺得 對我來說 牌子比較沒有吸引力 對啊 我覺得沒有什麼很特別值得 我講可取的地方 會不會這樣講得不好聽 當然也有很多人講 哇現在韓國車很進步啊 韓劇有沒有 電視打開都韓劇 剛我屁事喔 我不看 韓...洋劇西洋劇 你不要有事情 對啊 但是 以前 韓國女人不錯 你要小心是不是女人啊 你要小心生出來的小孩 不知道要變什麼樣子啊 現在比較沒有了 坦白說 以前在這個 銀行啊 借貸 我們剛剛討論到嘛 見價寫多少 願意貸款給你多少的時候 有一陣子韓國車 的一些品牌啊 某一些銀行是要打七折的 什麼叫打七折 就是我們剛剛看 比如說 剛剛我們看那個M7 寫2014年 可以借貸四十萬 然後呢 銀行看到你是韓國車 就是四十萬七折 他只借你二十八萬而已 那 你要問我是什麼原因 我絕對不會跟你講 是因為韓國車爛 銀行喔 為什麼 當初會去 把韓國車的借款的金額 打七折 打八折 這個牽涉到一個原因 他們一定是有統計 這跟保險公司一樣 他們每一台新車二手車 他們借款出來給消費者 他們唯一怕的就是什麼 你不還錢 假設性的 我如果是二手車商 我賣出的 我這間二手車商 賣出來的車都是爛東西 然後我都叫銀行來辦貸款 結果辦完以後 我的客人都不繳 為什麼 因為他回去 全都一直在修車 他沒有錢繳貸款 以至於繳不出來 銀行變呆帳 小師汽車這一間公司 賣出來的車 就會被銀行 打一個記號 這一家 以後的 這個客人 來借車他要注意 要小心 因為 他的跳票率很高 他如果去考量說 買這樣子車子的 消費族群 第一個 還款能力的問題 第二個 可能 我們一般 我們買一台車 正常來講 你還款的速度 跟你折價的速度 應該是要差不多的 你可能 欸 還了一年兩年 你還了25萬了 那這個車的折價 可能也差不多 折了25萬 欸 那這樣子還是達到一個平衡 你車賣掉 也許 貸款清一清 欸 剛剛好怕破啊 有可能你要再補貼一點點 那當你 不想開了 你沒有能力 繼續開 你想要把它賣掉 結果 這個車的殘值 剩20 然後 貸款還剩下35萬的時候 完了 這車賣不掉了 為什麼 因為我一賣掉 我要還銀行 就不夠15萬 我也沒有15萬啊 靠牙 我有15萬 賣車 卡在那邊怎麼辦 賣掉也還不起貸款 啊 繼續留著 也養不起 貸款也還不起 那什麼 就變呆帳 現代找我業配 不接 真的 百安機我真的不接喔 你會 百安機你會弄你老爸嗎 不會嘛 看有沒有好處囉 欸 呵呵呵呵 我接現代幹嘛 人家也不會來找我啦 但是我是一定是不會接的 所以 這就是說 他們 不管保險公司 其實保險公司也都會算啊 他 他為什麼 某一些車款的那個風險係數 他們就會成的比較高 某一些車款的風險係數 像以前喔 你只要買 IMPRESA SUBARU的車 你的保險就會非常貴 為什麼 他們統計過了嘛 SUBARU這個 買這個車的人 第一個 他的年紀 再來他的出事率高 理賠率高 他怕賠錢 他算一算 那SUBARU當然保費要比較高啊 你如果是買一台 RAV三寶車 其他的三寶車 你的保險費就不會 就不會貴啊 他們都會算嘛 所以為什麼 那時候 有一些銀行 他在對於韓國車 或者是對於某一些賣車的這個車商 他都會給他們的這個額度啊 都會打折 其實就是有一點點 這個原因在裡面 然後剛剛有問說 一年半沒賣WISH 最後一台2007年白色 最後一台應該是 不知道銀色還是灰色的啦 也是2007年 我不賣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那個車的價格高過他的價值 就是比如說我覺得他應該只值 現在市面上的價格應該只值20萬 可是 為什麼市面上大家都要賣30萬 啊我不太能接受 所以我常跟大家分享就是 有時候車子不是說 喔我 我不會很貴的 然後有白癡來跟我買 然後我就要很開心 有時候我們自己也要去考量 說 啊這個車這個價錢 換作我自己 我想不想買 啊連我都不想買了 啊你幹嘛賣人家 不是很奇怪嗎 我有研究過齁 Toyota的Artist啊 WISH啊 或是其他一些轎車啊 Camry啊 我覺得我的銷售期都會拉很長 那我自己的判斷是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 他有原廠認證中午車 原廠認證中午車可能 大部分有部分的消費者可能 我招牌再怎麼大也沒有Toyota大 對不對 他們可能會想去信任這個 原廠認證的 那第二個是 就是這些車款啊 不管WISH啊 Artist啊 有的沒有的 那市面上有很多什麼 計程車偽裝的 車子 在社團啊 什麼 在FB啊 在哪裡啊 數字網在賣 那那個價格一出來 07年的 你還在賣25萬 26萬 人家攤出來15萬 你就死了啊 你已經死了 對不對 然後現在 蕭貝很聰明啊 打句說 你是不是假價格什麼什麼的 他說 假價格我車吞下去 對吧 他真的要賣你15萬16萬 只是說那個車可能是計程車改回來的 也有可能啊 其實這個也是很多的 二手車商慣用的模式 就是 大家說有保固什麼 然後車交給你 對不對 然後你回去 以後過兩天 哪裡發電機壞掉 他就開始騎空 你怎麼會把他弄壞掉 你怎麼給人家插那種 那個沒有認證的點煙器 你那是不是那個 某基東買的 100塊的點煙器 你衝到發電機燒去 有的沒有的 他先想辦法騎空 去找到那個縫說是你把它弄壞的 這樣他就不用給你保固啦 你最常買二手車會遇到的 交車的時候冷氣很冷 回去過一個月兩個月冷氣不冷 OK 通常你這個時候你回 中午車行 簡單如果說他可以看到 冷煤噴發出來的位置 他就會幫你換個冷煤管 簡單處理有可能 因為冷煤管不貴 高壓管低壓管不貴 但是呢如果是風箱呢 風箱隨便一換 萬把塊兩萬塊起跳 要拆內裝 那萬一如果是在風箱 他不處理怎麼辦 他就先幫你灌一灌 然後說欸 好啦有幫你換一個管子啊 你回去再試試看喔 其實他早就知道是風箱的問題 他在撐嘛 撐過這個三個月的保固 或是半年的保固 之後就沒他的事情 用時間換取空間啊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啊 社團喔 像我剛剛不是有貼一個照片給大家看說 現在的 這個監禮站的 禮程喔 是可以 是可以 秀出說 如果說有 倒轉的情形 有調表的情形 禮程上面會 他那個 幹你給我 有沒有 幹你給我 裡面有嘛 有說你禮程 備註這個倒轉 那個粉絲說 他在社團PO一台車要賣對不對 那有一個人說 我有一台另外一台車 我現在PO這台車要賣 他說我有一台白車 我來跟你換黑車 然後看你貼我多少錢 還是我添你多少錢 他就跟他談喔 因為他覺得說 這個白車他覺得 跟他本來想要換的車 也蠻符合他需求 他們在談說 要價差多少錢 要車換車的時候 然後他就 想到說 不然我去查一下這個里程 結果一查 才發現 那個車原本已經開20 這台車原本已經開20幾萬公里 現在被調成10幾萬公里 然後呢 偽裝他一個高價值來 要跟他換車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不要以為 你去買二手車才會被騙喔 你去賣二手車的時候 當有一些人在那邊說 我們來換車阿 你的車 你說你太大台 想要換小台的 我剛好是太小台 想要換大台的 那我們來 互幹不用錢 不是啦 我們來 交換一下 對不對 各取所需 在我們比較粗俗的人的嘴巴裡面 就是互幹不用錢 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看到 奧迪S4 2011年機械增壓 這個車喔 你就注意他有沒有什麼 改裝啦 或者是說 像 我覺得這種車 你可能要看車主的氣質 你要買S4這種車 你要去看看這個車主 我覺得車主氣質很重要 我 孤車很喜歡看車主的氣質 我們不是看不起人喔 我針對車子而言 好不好 我針對我的經驗而言 就像改裝車 我常常在跟大家講的喔 改裝車這種東西 小吃啊 什麼改裝車你會加價買 什麼改裝車你會減價買 甚至什麼改裝車 改到怎樣你會不買 其實裡面有很重要的一塊 車主的氣質 然後 改裝的 風格啊 口味啊 氣氛啊 我覺得那個都蠻重要的 所以尤其像這一種 性能車啊 S4這種車 你可能會擔心 前車主是會不會激烈抄價 每天去三百俱樂部 報到耶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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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也不想買到這樣子的 車子嘛 我坦白說 我們人很現實 啊 我們超爛賣人家希望賣貴一點 啊我們去買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買到超爛 啊要便宜一點 這很合理 我覺得這很合理 十點了啦 下課了啦 幹 下一次找那個叫科B 阿傳教好了 好不好 下次開個科B傳教室的課程 我沒有防衡廠阿 大家晚安阿 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對你們有幫助 好不好 我再次重申 不用全部來跟我買車 我沒那麼多車 我也沒有你們全部人都要的車 可是希望你們去外面自己在 無論社團阿 還是無論在其他地方 跟親朋好友買車也一樣 好不好 也是要注意不要受騙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拜啦拜啦 連上長官晚安 各位弟兄晚安 晚安